三年一颗屏东小琉球银王继在今天正式登场 围棋七天,一早东港码头就涌入人潮 不止游客,更有许多琉球人特地请假返乡 就为了参与这次的活动 但想要连同机车一起拖运到小琉球的民众就哀嚎 因为一艘船只能够拖运20部机车 但船班几乎班班都刻满 想上船一等就是好几个钟头 七彩烟炮在海上释放 象征小琉球银王继正式登场 三年一颗从三号一直到九号围棋七天 五四三艘大小渔船在海上绕镜 场面相当壮观 布置码头边有许多的民众共享盛举 东流星一早也涌现人潮 排队人龙好长一条布置游客 更有许多琉球人特地请假返乡 就为了参与这次的活动 为了银王季 东流县炸开了船班来输入人潮 但想要连同机车一起拖运到 手流出的民众就哀嚎 因为一艘船只能拖运20部机车 船班几乎班班刻满 想上船这一等就是好几个钟头 三年一科的旗舰限定活动 包含了熏钢造请王肉进迁船 以及送王烧王船等等 登岛的人数更是不断创新高 银王季也是三年一致 那预计今天的登岛人数 会来到一两万人 进全台各地的民众都手流出官吏 活动这七天 斗上势必狠人喔 解苏四伟在屏东的采访不到